台风苏迪罗是逐步靠近我省受到风雨的影响 目前全省高速公路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马上连线前方记者毛俊 毛俊你好 好的主持人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宁莲高速的釜山服务区 那么我们从南京一路过来的时候 也是感觉到整个高速公路路网 现在整个雨水的水量还是特别的大 这样您可以先通过镜头来看一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您可以看得出现在这样的一个风力也不小 而且雨已经是达到了大暴雨的级别 同时我们可以请摄像师傅给一个旁边 现在宁莲高速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您可以看到现在高路上的车辆明显的是比平时要少一些 而且车速比平时也会更慢一点 同时一些细节您也可以看得到 如果有车辆经过的时候 您可以看到车辆的后面明显的是有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拽尾的痕迹 所以不少车辆现在也是来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区 在这里停赶 比风等到雨量更小的时候 然后再进一步往前走 那么就在刚才我也是通过省高速公路指挥中心了解到的情况 目前我省的苏北地区以及南京镇江等地区 高速公路上雨量现在是非常的大 所以高速公路这边也是临时采取了一个措施 就是只要下雨的地方 高速公路的速度必须是限制在80公里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时速 那么现在我感觉到这个地方阵风也是一阵一阵的越来越大 可能随着热带低压苏利罗越来越靠近我省 整个高速公路降水的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 也是提醒各位出行的朋友在高速公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同时下雨的地方 车速一定要限制在80公里每小时以下 主持人我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